行车记录器拍下爆炸瞬间 住宅区街道 树木还有车子都被炸飞 火光冲天 住家门前陷入火海 医院紧急将病患往地下移动 天空中还有多枚火箭被及时拦截 这是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反击 以色列部队驻守建筑物还有坦克车旁扎营 持续在北部及格兰高地巡逻 上周以色列被指控接连引爆真主党抠击及对讲机 又对贝鲁特南部空袭炸死真主党精锐部队指挥官 还导致上千人死伤 真主党展开绝地大反攻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一百多枚火箭 这回使用的忠诚飞弹射程比以往都还要远 至少造成死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回应 并不会容忍真主党开火 竞技延后周二的联合国大会形成 以利边境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美国总统拜登也做出回应 以利战争引发全球局势不稳定 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 古巴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种族灭绝 但以国大使反驳 他们是和平的国家从不想开战 但绝不会对敌人挑衅袖手旁观 第1部新闻综合报道 暗夜天空中不断冒出举红火光 宛如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时不时还传出爆炸声响 以色列军方周六再度狂轰烂炸 黎巴嫩南部城镇 以军发言人哈加利声称 摧毁超过400座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 以防强调这场空袭是为了要采取 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防范真主党 可能发动的反击 而且担忧未能彻底削弱 真主党的战斗能力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召开紧急会议 向北部地区祭出大型聚会 限制令 以利边境紧张局势加剧 就怕演变成全面性战争 联合国呼吁双方都得保持 最高程度的克制 但这恐怕有难度 因为前一天 以军队贝鲁特的致命空袭 死亡人数又攀升 从原先的14死 增加到37人丧命 其中包含三名孩童 和七名妇女 被鲁特居民痛批 以色列是战争罪犯 而随着以色列和珍珠党的冲突升温 美国国务院向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公民喊话 敦促他们赶紧趁还有商业航班之际飞离黎巴嫩 警告假如安全局势再度恶化 恐怕不再会有商业离境的选择 届时想逃离战区就没有那么容易 TPBS新闻综合报道 以色列士兵核桥实弹大阵仗闯入半岛电视台 位于约旦河西岸雷马拉的办公室 军队装甲车就停在电视台一楼大门前 已军下令办公室关闭45天 过程全程直播曝光 四个月前 以色列禁止半岛电视台在境内运作 上周以色列政府还宣布吊销半岛电视台记者 在以色列工作的记者证 多次指控他们是加萨的恐怖分子 与哈马斯有关联 但以军的粗暴行径还有更令人争议的 当第19号突袭约旦河西汉时 涉及六名巴勒斯坦人还涉嫌虐尸 对于加萨更是不停歇的炮轰 南部一所收容逃亡巴勒斯坦人的学校 就成了一片废墟 至少22人死亡 巴勒斯坦民房仓库也因为空袭陷入火海 以军一连串血腥攻击 引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大力谴责 只要以色列一日不停火 加萨百姓的苦难就永无止境 提变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谭玲伦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 今天的特别来宾 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前海军舰长吕理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国界情势 现在看到以色列跟里巴嫩 真的是互相在打 打得真的是没完 我们看到以军在21号 对里巴嫩南部发动了 大规模的空袭 40分钟之内 被以色列空袭了50多次 而且当天真主党 也向以色列发射 至少100枚的火箭弹 所以就等于是狂轰来狂轰去 好 我们也来看到 这以色列是怎么样来进行呢 其实这画面也拍到 他们是用大型的炸弹来轰炸 里巴嫩 这整个夜空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被炸成一个 白旧的状态 所以代表说它有可能是炸到 可能是火药库之类的状态 好 以色列国防部这边也说 以军对于里巴嫩南部的 180个目标进行了打击 有命中数千个火箭弹的发射 好 但不管如何 现在是不是一个战争新阶段的起点呢 因为CNN的军事专家说 如果按照以军现在的步伐 一旦以色列掌握了控制空权 以军可能就可能会入侵到 里巴嫩里头 那也因此美国的国防部长Austin 他推迟了访问以色列 原本是22号要去的 但是宣布要来推迟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国务院21号 也发布了最新的旅游警示 敦促在里巴嫩境内的美国人 尽可能的赶快离开里巴嫩 太危险了 好 那里巴嫩的外长 对于现在遭袭 他非常的愤怒 我们听他怎么说 不是这些人在预的眼中 在这些人中的眼中 当他们会出现 在几年他 和关系他的 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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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想法 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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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来对他们的 不准备 会有所想法 会有所想法 在这些图 会不会有所想法 会有所想法 在这些地方 会不会被告一切 会有所想法 當然他直接面對的 這個炮轟的事情 當然就是之前呼叫器的事件 現在CNN也做了一些實測的畫面 這就是我們記者的精神 好 他去一個美東的賓州 一家名為南方引爆線的業者 他的側報廠實測使用 跟籬巴嫩爆炸案類似的呼叫器 手持式的對槳 來測試爆炸的威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狀況 是背部被炸成大洞 然後手握對槳機靠緊的話 就是整個上半身被炸碎 超級可怕的畫面 好 那老闆孟倫斯就說 其實相對這個 數量相對少的裝置爆炸 傷者卻很多 因為能傷人的碎片實在太多了 那無論出自誰手 都看得出來是老手的作為 不過以色列士兵卻突然襲擊了 半島電視台的分社 他還下令說不能報新聞45天 很多人說他是不是在官媒體 要掩蓋一些輿論的真相 好 那這是中東這邊的情勢 但是中東現在有很多的人 開始反以色列 我覺得以色列可能也是有點 在樹立很多敵人 我們來看到哪些人 好 這是伊朗 伊朗他們也有進行一些 這個閱兵 他是武裝力量在21號 在首都德黑蘭這邊 舉行了閱兵式 大家可以看到這畫面 他們展示一些新型的國產武器 其中包含一款新型的彈道飛彈 和一款改良型的自殺式無人機 他在這個中東緊張局勢的時候 特別做閱兵來公開的展示新式武器 也當然引發外界的關注 好 那當然土耳其總統這邊 也說像是艾爾段 他也就黎巴嫩爆炸的事情 有做一些說明 他痛批以色列 他說又像恐怖攻擊組織一樣發動攻擊 而且他呼籲國際社會 尤其是西方國家要停止旁觀 並採取有效的遏制措施 這個艾爾段也看不下去了 另外沙烏地本來 他也是宣布要跟以色列這邊 要關係正常化 但是現在也喊卡了 他說我們先停止好了 你們現在做的東西 真的是我們也看不下去 沒辦法進行下去 所以先停止關係正常化的討論 那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的顧問 就說沙國的立場始終明確 即使有些人曾暗示有他的彈性 但是沙爾曼希望透過最新的發言 來消除任何模糊不清之處 所以看得出來現在中東局勢相當混亂 尤其以色列現在可能有一些行為 會讓很多的國家把他跟當作敵人 賓哥怎麼看 其實我必須講 現在看起來情況是不太妙 因為我早就說過就是以色列這個 籌備已久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如果單純只是炸一下就算了 那顯然不符合他這麼精心的策劃 因為很按照正常的推測 就是他進行了這樣一連串的爆炸之後 把真主黨的這些領導者 這些組織的幹部幾乎都炸傷之後 接下來比較順理成章的情況 就是他直接入侵 因為這樣才能夠讓整個效益 達到最大的效果 不然的話他策劃這麼久 像我們看至少是三年以上 有人甚至說已經策劃高達15年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只是想要教訓一下真主黨 我覺得這個太浪費 所以現在看起來 他是有可能要入侵黎巴嫩 那問題是誰能夠阻止這個行動 美國你看奧斯汀只是不去以色列 不去是幹什麼 就是故意撇心關係 表示說這不是我美國受益 跟我美國沒關係 可是問題是你美國現在 是不是還在幫以色列護航 是不是還在很多地方 幫以色列講話 請問一下當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美國有譴責過以色列嗎 完全沒有 這是標準的恐怖攻擊行動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 一個狀況 也就是你美國等於明白著 就讓以色列為所欲為 那你覺得中東的人民會怎麼想 這些其他的國家 難道你以為只有黎巴嫩 會對以色列感到憤怒嗎 不會喔 我覺得周邊所有的阿拉伯國家 大概全部都對以色列極度憤怒 那伊朗本來之前就說他要攻擊以色列 那他現在一直醞釀的沒有攻擊 那當然很多人會笑說 伊朗到最後也是不敢打幹嘛 自己知道自己沒死力 可是請大家想想想看 伊朗敢忍這麼久 就是他如果一旦攻擊的話 他攻擊一定是經過精心策劃 到最後會不會是以色列根本 預想不到的東西 這個以色列自己要去處理 然後現在看起來就是納坦雅 為了他自己政權的維繫 不斷的在中東製造事端 不斷的去發動戰爭 然後想要讓他這個暫時內閣延續 請問一下這樣是對的嗎 然後你們英法 美國這間國家平常人權 講得跟真的一樣 現在已經發生了這麼殘忍的事情 結果一個個袖手旁觀 自知不理 然後包括我們台灣自己也是一樣 今天不管是真的假的 以色列就是用了我們MIT的產品 用了我們的名稱 那請問一下 我們對以色列政府 完全沒有任何抗疫行動嗎 對這樣一個慘無人道的恐怖攻擊 我們台灣一生都不敢坑嗎 那請問一下到底要如何撇清 台灣在這件事情頭扮演的角色 我們跟以色列之間關係到底是什麼 還是我們真的也參與其中 所以我覺得那新德政府 應該要譴責以色列才對 結果我沒有任何反應 到現在好像不趕我們的事宜 那哪一天 如果我們真的被恐怖攻擊了 請問一下誰負責的責任 誰來承擔我們所遭受的後果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糟糕 我可以想見 未來中東的關係 會越來越糟糕 大概就算這一次沒有真正發展成戰爭 我想周邊的國家跟以色列 也是處於一個相對敵對的狀態 那未來恐怖攻擊一定會非常多 因為以色列已經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因為他已經不擇手段了 用這種恐怖攻擊的方式 以後真主黨也好哈馬斯也好 或是其他的這一些 伊斯蘭組織也好 他們的報復大概也是不擇手段 什麼殘忍的事情他們都做得出來 那請問一下這就是我們想看到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是美國縱容造成的 美國還好意思自稱自己是世界警察嗎 你根本就是世界的敗類 好 但是這樣子的情緒會不會也讓美國 其實也深陷在危機當中 我記得那時候911事件就有類似的氛圍 舰長 我們從這一次的從呼叫器到對講機 不斷的爆炸 其實大家指指的也就是以色列的8200部隊 這8200部隊它的指揮線 它到底歸誰指揮 如果我們看手上的這一個 他們政府的結構圖 我們就可以看到8200部隊 它其實是直屬軍事情報局 那其實軍事情報局是隸屬於國防軍 所以其實是國防軍指揮了軍事情報局 然後再指揮8200部隊 然後進行這一次的 其實就是恐怖攻擊 那8200部隊它到底是在做什麼 它其實就是一個信號 信號情報的一個收集單位 所以有很多人對於這一次的這個呼叫器 或者對講機有很多的質疑 其實它就是當訊號發出的時候 它偽裝成IC 偽裝成電容器的內 其實它裡面是炸藥的 一旦爆炸 它的外殼以及它的電路板 都變成一小塊一小塊殺傷的破片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狀況這麼的慘 那這個8200部隊不是只有 做這樣的一個恐怖攻擊而已 事實上來講它是 我們剛剛講它是負責信號情報的 它要當這些連續的攻擊之後 它在蒐集什麼情報 它在蒐集你們還有攜帶什麼電子產品的 還有你們的電話到底是怎麼樣使用的 因為大家現在不可能用書信 不太可能使用飛鴿對不對 那你接下來你唯一能相信的 你又不相信手機 那你就會打電話 那它就會這樣子不斷的定位出來之後 成為一個真正有效的情報 然後成為情報之後 展開攻擊 所以CNN說的這一個 接下來會有更慘 就可能要入侵黎巴嫩 這個是一個非常可信的一個情報 不過我們這樣講 從這一次的這個事件來看 其實以色列我們剛剛看那個組織圖 8200部隊不是路人甲部隊 它就是以色列就是一個國家 進行一個國家恐怖主義 它就是面對的這個黎巴嫩 面對的這真主黨進行攻擊 那如果說我們放回 這個相關的國際刑事法院的 羅馬規約裡面 其實它是相對違法的 也就是違反兩個 第一個針對不具有敵對行動的平民 因為有小孩其實是 在這一次的這個爆炸案裡面受傷的 為什麼小孩 因為爸爸的呼叫器想 拿給爸爸 然後手就炸斷了 所以它這個是等於 有一點點像無差別的攻擊 另外它還有犯有戰爭罪 剛剛主持人講說 這個美國扮演什麼角色 我讓大家回憶一下 7月25號的時候 是不是納坦雅胡 也就是以色列總理 到了美國國會進行演講 那不就是美國大張旗鼓的 告訴大家說 納坦雅胡所犯的各種的戰爭罪 其實都沒事 最起碼在我美國的羽翼的保護之下 沒事 所以真正破壞國際秩序 真正那個默示這個羅馬規約的 其實就是美國 那這個世界能夠不亂嗎 它就是標準那個標準的雙重標準 在這種情況之下 誰能服氣美國呢 中東現在講到這麼多國家 通通都不服氣 其他的全球南方國家 全部看在眼裡 為什麼 因為搞不好明天被下手的對象 就是這些全球南方的國家 你只要不聽到美國的話 就可能遭受這種下場 所以現在為什麼 我們講到全球南方的這些國家 大家都想要加入金磚國家 也就是尋求 這一些金磚大哥的一個保護 因為你美國 早就不是世界警察 你是恐怖犯罪的重犯 講得蠻重的 好 大宗教授 因為歷史上 以色列曾經在1982到2000年 他曾經入侵黎巴頓南部 也佔領過 2006年曾經有個比較大規模的攻擊 但是那再持續一個多月 主要是因為IDF有士兵被 這個政主黨綁架 所以這一次會不會再一次 是比較大規模地面攻擊 目前還看不準 但我覺得第二點比較重要就是 看起來仗勢打不完 就是大家都忘記 其實在過去幾年 其實美國曾經要推動 中東地區的大和平方案 這和平方案最重要就是 以色列跟沙拉伯阿拉伯的 這個關係正常化 應該是在歐巴馬任期的 最後一年就有眉目 那到了川普任內 共和黨其實也推動了 所謂的亞伯拉罕計劃 就是以色列跟巴林 跟阿聯酋簽訂的協議 所以下一步照道理說 進入拜登政府任內 就是沙拉伯阿拉伯 跟以色列的一個和解 因為有共同的潛在對手 是伊朗 那在這一次的 以哈衝突爆發之前 其實拜登推了一年多 已經有些成果了 照道理說三方面 最後達到的一個協議就是說 美國會提供沙拉伯 新的一個安全協議 提供更多的武器彈藥 然後有更多的一些安全承諾 這是符合沙拉伯 沙拉伯阿拉伯就答應 要跟以色列關係解凍 正常化 建立正常的邦交關係 而且他也提供美國 在這地區裡面 影響力的確保 以色列要做的讓步 就是在巴勒斯坦議題上 要給巴勒斯坦議題 比較大的空間 但我們也知道 在去年哈馬斯發動攻擊之後 所有的東西一夕之間 這個棋就被打亂了 但是其實在今年代 在這一次的政主黨事件之前 其實並沒有完全那麼的悲觀 因為以色列還是會講說 我要如何如何做 沙拉伯現在的十支領袖 是穆罕默德王楚 他的講法大概是說 希望還要建立巴勒斯坦國 而且是要確立是在1967年邊界 而且是以東耶路撒冷 為首都的狀況之下 而且要求以色列 要從加薩退兵 一直到幾個禮拜之前 這個王楚他還說 他覺得每一天都朝向 這個關係正常化的方向前進 那甚至是布林肯都會說 沒有多久之前說 在拜登總統卸任之前 他哪時候卸任 是明年1月19號 也許這個目標會達成 但是這些很樂觀 或是謹慎樂觀的目標 在這一次的 政主黨這個攻擊事件之後 我覺得大家都已經沒有 泡沫化了 呼叫器的事件 呼叫器的事件之後 都不可能 因為現在講法已經改變 穆罕默德王楚已經很正式的宣告說 目前這個所有的以色列跟沙布拉伯的 關係正常化的一些談判 無疾而終已經停止了 甚至大家不要忘記 幾個月前他還故意透露訊息 透過媒體釋放訊息 因為有幾位美國的國會議員去見他 穆罕默德 他那時候甚至把那個 1981年當時 因為以色列跟埃及也是正常化 大衛銀協定簽訂和平協議 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是比金 埃及的總統是沙達特 但是沙達特是在1981年 被自己人給刺殺 所以當時的這位事件 讓現在的沙特阿伯的王儲 穆罕默德跟美國的國會議員說 那我的安全是來確保 意思是說什麼 我也有我內部很大的壓力 假設在巴爾斯坦議題上 沒有得到一個美國 比較大的一個壓力 逼迫以色列能夠做出 部分程度的退浪的話 那我的安全 我的國內壓力 有誰來確保 所以簡單一句話 我覺得仗達到現在 中東的整個局勢 已經到新的一個境界 都不是很樂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